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您好 欢迎收看1600整点新闻 我是黄新化 首先要带您关注志气车祸讯息 台北新名张姓男子 开着蓝宝尖尼在朋友出门 没想到到中校东路时 他突然失控 撞上了分隔岛 还冲进了对象车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故呢 他说是要闪避外侧切除的计程车 白色蓝宝尼跟着其他车辆同时左转 但幻间指辆失控 超越左侧两辆计程车后 直接撞上中间灯杆 还跨越分隔岛 蓝宝尼指辆卡在路中间 车头严重回损 连车身都有明显泪痕 直见驾驶自己也吓傻了 走来走去看看车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当时有民众听到很大的引擎声 接着碰的一声成了这副模样 经商认为赶来线上 幸好驾驶没有受伤 但因为跨越车道 双向车流都受到影响 刚好就在百货公司转前方 还好没有其他车辆手的波及 当时这名34岁的张姓驾驶 开车载着朋友出去 变成转弯后为了闪避准备切出车道的计程车 才会忽然失控 由于车辆多处毁损严重 有业者粗估维修费恐怕超过200万 这辆被称为小牛的蓝宝杰尼 新车价就要1500万元左右 不过这辆自装的车是2011年出厂 二手市场的价格约200万 不过驾驶工程是跟女友借车出门 但为了闪车撞成这样 维修费也不低 这下该怎么跟女友好好交代 PVB的新闻陈冠宇 李黄罗 叶俊 台湾到 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苗栗头粪路段 平安也有砂石车爆胎 而爆胎的碎片还击中了五部车 还有一辆小客车碾到碎片 也导致爆胎 索性这连环事故没有人受伤 载车驾驶开在国道一号上 突然下一秒 斜前方砂石车车轮爆胎 钢丝不偏不倚 砸到轿车的挡风玻璃跟车顶 受害车主还不止一个人 有的是挡风玻璃中奖 裂成蜘蛛网撞 有的是保险桿被打破一个洞 还有人轮胎爆胎 杀石车爆胎就在国道一号南下111公里处 苗栗头粪路段 24号下午一点多 44岁理性男子开杀石车 开在外侧车道爆胎 碎片飞散击中至少两辆自小客车 还有另外一台是碾到碎片也爆胎 所幸都没有人员伤亡 发生一件砂石车偷车行驶时 走前外轮爆胎 导致车台车辆胎 及车体机件翻飞 后续造成五部车发生交往事故 汽车行驶高速公路前 因妥为检查车辆 在行驶浦中不得有车辆轮胎胶皮 或车辆机件脱落 警方说这个案子 驾驶们九侧值都是零 砂石车司机除了要吃上 3000块到6000块的罚单之外 还要赔偿其他车辆的维修费用 台北市警方接获现报 一名美法设计师涉嫌吸毒 申请了搜索票之后到住家搜查 果然查获了毒品跟吸池器 他也公称犯案 详情交给记者苏佩宇 好 主观观众 台北市警方日前接获情知 一名有毒品前科的女子 被判需要阻导戒毒 没想到意思又开始吸毒 原警申请搜索票后到她的住家 果然这名女子又在吸毒 也在家中查获毒品吸食器 原来这名36岁的陈姓嫌犯 是知名的美法设计师 在桃园及双北地区服务 不过因为吸毒遭到原本的公司解雇 这名女设计师就开始做兼职的工作 如果有法郎通知就会去接案 根据了解她的年收入是破百万 家中都是精品名牌 可见收入相当高 这些嫌犯遭载后公称 因为一时抵挡不了朋友的诱惑 因而染毒 警方也将她以违反毒品 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地检署争败 黑商院掌握到的情形 带了关注搭帐篷露营 却意外发生了中毒事件 这是南投仁爱 万大水库旁边的露营区 40多岁的父母亲 跟4岁的女儿 被人发现在帐篷中昏迷 原来他们是用瓦斯暖炉取暖 废弃排不出帐篷 因此陷入昏迷 详情交给记者吴淑萍 这顶帐篷当中 今天发生了氧化碳中毒的意外 里面是一家三口 40多岁的父母亲 带着4岁的女儿 在早上7点多的时候 被朋友发现 他们在帐篷里面昏迷 赶紧打19求救 他们有使用了个 瓦斯灯的露营灯之类的东西 三个其中一个是女儿 然后就用他们的试驾车 再上来物色急转动心 我们的救护车下去 去带另外一位 成人的女性 然后第三个是男性 那时候的意识还是 比较错乱状态 没有办法听我们的指挥 一家三口跟朋友一起去露营 第一点就在南投仁爱 万道水库旁的露营区 这里露夜之后非常的冷 低温大约是1到3度 怀疑他们是因为太冷了 在帐篷当中使用瓦斯暖炉 又把帐篷包的密不通风 不通风的帐篷里面 不断累积的废气 因此发生了昏迷的意外 三个人获救之后陆续清醒 目前还在接受高压氧治疗 今天平地最低温在南投 只有3.3度 不过接下来入夜之后 气温还会不会继续下降呢 我们请教气象主播吴轩头 好 这一波的寒流 其实老实讲 威力是比上一波还要来得更强 不少的地区 它的低温甚至是出现了 入冬以来的新低点 而现在我们带你来看到的 这一张照片 它是今天的新北平林这个地方 是气象局长证明点 他分享了网友所拍摄的照片 可以发现其实相当的漂亮 有河面雾的奇幻景象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子的景致 最主要就是因为河面的水温 相比于空气中的温度 还要来得更高 所以当它预冷凝结之后 就会形成雾 而且一来一往的反复作用之下 也就会形成这样子的景致了 是相当的漂亮 但是以台北市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的低温是来到了15度 其实老实讲 它在一整天来说 是比较高温的情形 而在入夜之后 这温度会持续的往下降 大概以台北地区来说 会再掉个2到3度左右 来地大家来看到的 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状况了 以温度的表现上面 如果明天的低温 大概时间点会是在早上的清晨 台北会出现低温11度 高温17度 而在宜兰新竹 低温10到12度 高温会出现18度 因为白天的气温 都是在回升的阶段 但是要特别提醒您 除了今天入夜之后 最冷的就是明天的早上了 在中部地区 包含像是台中 嘉义还有高雄 其实低温都蛮低的 尤其像是嘉义这空旷地区 平原地区 它的影响辐射冷却效应 明显会更强 所以到时候会出现 9度的极低温天气 那么也对大家来看到 目前这冷高压所在的位置 是还相当地靠近我们台湾 而到了明天的上半天 它会移出到海面上面 对于台湾的影响 就会逐渐地减弱 冷空气也会开始减少 而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下一波的冷空气 又会再度的南下 而它是东北季风的强度 但是其实距离台湾 还是有一段距离 位置稍微偏比较北边 所以影响也就比较小 但是这温度起伏不大 但会对台湾造成的影响 也就是东北部的观众朋友 这雨会下得比较多 像是基隆北海岸 以及宜兰 还有花东地区 都要特别留意 而在未来 除了今天的温度 是相对来说比较冷的之外 明天上半天清晨 还是蛮低 因为受到辐射冷却效应影响 但是礼拜一的上半天 开始就会温度明显地回升了 大概有两度左右 而到了27号再度回升 像是在北部地区 可能会来到18度 而其他地区会上看到 20度的高温 而目前来看的话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的温度 但是要注意的是 在礼拜四的时候 因为东北季风南下的关系 所以这水气会开始增多 气温降幅不大 但是水气会明显变多 而如果看到 26日的清晨低温 和21日的 27日的清晨低温 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到 跟今天相比之下 它的冷的范围也再度的限缩了 而在天气雨势的部分 也对大家来了解 未来一周 其实在今天天气是蛮干冷的 如果你不怕冷的话 其实这样子的天气形态 你可能很能接受 但是到了礼拜一礼拜二之后 因为这干冷空气减弱 所以在东北部地区 隐风面地区会出现零星的降雨 而到礼拜三到礼拜六 也就是跨年的这个阶段 要特别留意 尤其像是在基隆北海岸 以及宜兰会出现局部的大雨几率 所以如果你是要跨年的观众朋友 你只是不只要防寒 同时间你也要来防雨 而且要把雨具给带在身上了 再对大家来看到的是日夜温差 因为刚刚有特别提到 其实早晚的日夜温差还是特别大 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 而我们现在特别为大家点出来的 是嘉义市的这个位置 因为它其实还是在危险等级 它的东区和西区 也都日夜温差蛮大的 像是在它的11点凌晨的时候 还有早上的时候 温差可能会来到11度 而在下午3点的时候 甚至是来到了高危险等级的 13度这么多 所以提醒民众早出晚归 还是要适时的来添加外道 而在冷伤害的部分 也要特别留意 像是我们看到在金门县离岛地区 也是高危险等级 而连江县虽然是红色 但是要特别注意 它的温度 本质是相比来说 是比较低一些的 因为它的纬度比较高 地理位置也比较高 所以我们的门槛 也会设限的比较高 要降4度之后 才会亮下另外一个灯号 最后要提醒您的就是 在今天明天的早上 温度还是普遍偏冷 家里面如果有长辈 或者是有小朋友的话 最好要做好防寒了 主播 好的 我们谢谢宣童 日月温差大 大家要注意保暖别着凉了 再来关注政治话题 台北市长蒋万安正式上任 至此时说要推动四散机会之门 除了要是否同仁少说话 多做事更强调 辅惠关系必须要和谐 但典礼进行的时候 蒋万安的二宝突然放声大哭 让庄严的典礼出现了轻松的笑声 这位准备交接 红亮的幼儿哭声突然响彻会场 原来是台下台北市长 蒋万安的二宝哭了 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老婆没有办法就是在场 就是看到 当然有一点小可惜 其实透过现场的电视转播 还是全程收看 而且二宝紧定的荧幕 也趴在电视前面 然后他就喊八八 担心影响典礼进行 市长夫人抱着二宝到后台 而蒋万安接下硬性宣示之后 不枉费公堂不滥用人员 先向八万市员工喊话 先朝柯文哲任内老哥议会杠上 紧绷的府会关系 蒋万安也要改 我们也要营造和谐的府会关系 因为是推动市政的重要努力 所以政府同仁一定要充分尊重 不管打开颜色 一起为台北打拼 要为台北打拼 蒋万先推斗四扇机会之窗 带领台北成为繁荣之都 培育人才 现代化跟推广在地文化 不过迫在眉睫的还是这些 大巨蛋绝对是市民非常关心的议题 在一年内让他请用完工 内湖的交通包括都市更新 好好看 我们很开心来参加就职联礼 除了蒋万安老婆跟儿子来管理 前总统马英九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等也都出席 蒋万签下第一份公文后 新冠上任意气风发 但千头万绪的市政工作 已经等着他一一克服 台北出发 而柯文哲正式把台北市长的职务 交给蒋万安之后 随机搭乘捷运离开了 他说要到云林处理党务 但赶路途中有热情的支持者陪同 并且还喊他柯总统 大批支持者簇拥下柯文哲不出市府 志克起要叫他前台北市长 从也不回快步往前走 八年前柯文哲总是嗡嗡嗡 搭公车上工八年后有始有终 办捷运离开市府 一贯的柯市作风车厢中 随便调个位置坐 我是上下班搭坐公车 其他地方还是坐捷运 太惊喜了 我没有想到 是惊喜了 叫什么惊悚 直接在镜头前 了解来交接之后 柯市长心态疫苗转换成专职柯主席 到台北车站 然后转高铁 高铁下一个行政 还是要去处理组织的问题 马不停迪要南下处理党的组织问题 且隔天又得回到台大报道 卸任后没有空窗 先去外科部 然后去人事室报道 公务机关还是要报道 但报道之前 交接仪式上 柯文哲也当着新的市长 讲完的面给了一个温馨小提醒 不要被关系利息在场景里 不要被少论利息在国际里 更不要被正常利息在国家里 2024的选择 好 站好 总统了 民众那么热情 有没有让你觉得信心大增 不会 不会了 不会了 这个要记住一句话 那有500个人围着你 在画洞算 因为全天下都支持你 事实的真相 就只有那500个人 选总统的计划 暂时没变卦 市长旅途结束 象征踏上 2024之路 TVBH周通局会 台北我走 而卷入诈领助理费的民众党新 主市长高宏安 已经顺利的宣誓就职了 他说选后发生很多事情 让他心情忐忑 而上任之后 面对司法案件他会勇敢 而就职前 他说要彻查市府的大秘宝 高宏安表示会交由司法来认定 不赢私舞弊 不受受贿赂 新主市长高宏安上任 一身俐落卡其色套装 脸上笑容藏不住 虽然深陷司法案件 仍然如其顺利就职 心情也是忐忑不安 因为在这一次的 从当选到就职之间 确实也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而柯爸柯妈也特别前来观礼 针对高市长深陷案件争议 柯妈帮报区 另外这天中央派来的尖交人 是多次和党主席柯文哲 护杠的内政部长花敬群 过去八年 在林志坚前市长 还有陈章贤代理市长的带领下 确实我们也看到 新竹的脱胎换骨 自此不忘赞扬八年前朝政绩 而高环恩上任前就曾喊过 要彻查市府大秘宝 是首要任务之一 我们希望说未来在新竹市镇 能够把公共工程过去 可能在不管是在预算的编列或追加 或者是有一些发包的流程上 甚至是验收 还有厂商的招标的资格上 我们希望通盘的来做一个检讨 新竹市改制40年来 首度出现女市长 更打破了前市长林志坚 39岁当市长的最年轻记录 高环恩参加完宣誓典礼后 就立马赶到市长室签下第一份公文 在场的副市长也强调 自身的法律背景 并非是市长用人的主要目的 这绝对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市长的官司 由他专业的律师去处理 那我跟市长在交流的部分 我们在谈的部分 一切都是以市政为主 而场外也有抗议团体小插曲 警方加派人力紧听动作 高环恩正式入主新竹市 强调选前纷扰由他而止 先前对媒体提出的诉讼会撤告 后续诉讼程序会勇敢面对 而被受关注的台南市议长之争 稍早进行了近名投票唱票作业 议长由民进党的邱莉莉当选 以36票过半拿下了议长宝座 而国民党跑票了三票 郭信良无援连任 而政国会也如同选前的声明 说会含泪投票 投给民进党的党政 是没有跑票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 落败的前议长郭信良 要市长黄伟哲自求多福 详情交给记者黄小琪 众所瞩目的台南市议长之争 在今天中午选举已经出炉 那么由民进党拿下政府议长的宝座 重掌市议会 不过对于寻求连任 没有成功的五党籍的市议员 郭信良他在中午的时候 向黄伟哲市长喊话 他说要黄伟哲市长自求多福 并且表示这一次 是侵蚀民进党的基本盘 来听听他的说法 开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市长你自求多福 那新的选举会支持民进党 支持他选主席或什么 选民的想法是怎么办 我跟着选民走 这次的选举搞得这么张这么乱 事实上都在侵蚀支持民进党的心 在侵蚀的基本盘 我正在自求多福 我觉得其实自求多福也要 但是最重要是为民 为市民朋友们造福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么另外对于 郭信良自求多福的说法 黄伟哲市长就说 其实他现在就是在自求多福 而另外被问到了 这一次的选举 被扯上了黑金 还有光电利益 那么黄伟哲就表示 其实这是议员之间 相互的言论 而现在选举结果已经落幕了 市府都给予尊重 另外外界针对了 这个扫除黑金的部分 黄伟哲是说 对于未来市政的推动方面 都应该要有外界的力量来秉除 另外在市府官员的部分 也会加强廉政的工作 进一步的来保持市府的清廉 以上是目前来自台南的最新情形 再来看到高雄市 政府议长的选举一样也诡谀多变 国民党的曾俊杰投票前 林郑倒戈宣布退党 与民进党的康育成搭党参选 而国民党团一早才宣布 由退出选举的陆鼠美重批战袍 结果民进党的康育成 以35票击败了国民党的陆鼠美 28票 成功的光复议会 但国民党也怒斥 曾俊杰是被鼓的 而曾俊杰表示 是因为国民党长期分裂才想退出 陈慧文投康育成一票 蔡金燕投陆鼠美一票 毁决多变的高雄市议会 政府议长选举 开票结果 民进党的康育成以35票 打败国民党陆鼠美的28票 登上一张宝座 现场气氛紧张 因为国民党籍议员曾俊杰 投票前夕宣布退党 以无党籍身份 与民进党的康育成搭档参选 这让国民党措手不及 到了深夜才决定投票前一小时 由党团宣布 已经宣布退选的陆鼠美 再批战袍 与陈美娅搭档参选 退出党团 那是因为国民党团 他长期的分裂 再怎么合都合不起来 大家也知道 我曾经担任国民党的总召 后来国民党一直不团结 党团一直不团结 才会造成今天的后果 他们谁也不服谁 高雄市新科议员总共65席 原本国民党占了29席 民进党27席 五党与小党总共9席 曾俊杰遭到民进党撤反 振钱倒戈 蓝绿28比28 五党联盟朱信强 在投票前发声明 要与陈散慧代表五党联盟参选 为选情增添变数 结果康玉成第一轮 就拿下过半票数 民进党成功光复议会 所以你要是有胆选钱 高雄联盟退打 你又不行 选后你做这种事情 你就是没 这没什么好说的 对于蓝银来说是没有办法接受 被迫要接受我们这种 费果的前国民党员 所以我觉得 绿营这一项的议员的选举 你说他选得好吗 国民党查狐利的风暴 在高雄政府议长选举前夕 正式掀开 丢了一张宝座 内讧风波还没结束 QBBS新闻方志成高雄报道 再来看到台北市议员当选人 今天也宣誓就职 而代表国民党参选 立委补选的王宏威也出席了 外界不断质疑他是落跑议员 但他面对争议 今天是尿顿快闪 不打算解释 值得关注的是 他的对手吴一农 也在同一天拜会党团 但尴尬的是 他一度被警卫挡在议会的门口 新闻议员就职王宏威也来了 但举手宣誓进入议会的同时 也力拼要进入国会 对于外界执疑落跑 王宏威果真尿顿跑了 先让我上去上去 接受检报 好 谢谢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先要落跑吗 只是这句放心让人很不放心 20分钟后下楼 王宏威依旧不打算对外解释 是有被大家执疑落跑这件事情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就职 好抱歉 但吴一农也特别选在同一天 来拜访议会党团 结果人到了门口 却被警卫拦下 还得由同党议员救场 这才顺利进入议会 近来议会是有被警卫挡住 这个是没有联络好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没有联络好 这是有联络的 实在是尴尬不好说 反倒是抢对手 骂得很上口 那我们会尽全力 把他留在台北市议会 为两万多位选民继续服务 不要让他背负落跑的恶民 所以我们希望 今天要就职的王宏威议员 我的好同事 能够做好做满 不要落跑 也因此我们民进党 会全力以赴 让吴一农来顺利当选 绿营猛攻王宏威落跑 但蓝没再怕反击回去 还不可能会去考选区 或者是吴一农应该考虑 从基层服务开始 会比较接地气 不要从天而降 就想进立法院去 我不考虑 今天还是要选议长呢 还是要选军商业 还是都不是 还是来当议员实施生 我觉得也有错 立委选举也烧到议会战场 TVB新闻刘俊占科台北报道 我们当立委 补选候选人王宏威 也到中山区举办了选民开奖 最新的情况交给记者张玉柯 好主播 今天上午才前往议会宣誓就职的王宏威 下午是又马上展开他的立委选战 来到了中山区 来跟选民做面对面的开奖 不过其实他日前所提出的核电政策 是遭到吴一农的批评 但是王宏威接着又反抢他回击 马上带你来听他怎么说 日本跟韩国都提到 核电厂应该要研议 去因应国际性的一个能源危机 那他为何还在目光如斗的 在讲这些小知小节的问题呢 他不是说要与国际接轨吗 所以我还是奉献吴英龙先生 请用你的眼光能够放大 我们选举是一时的 但是台湾现在面临的能源问题 却是长久的 那么另外呢 其实吴英龙日前才自己公布了 一项数据民调 显示说目前在支持度上面 自己只有小数给王宏威4.6% 这个百分比 所以这个差距看起来并没有太大 不过王宏威也提出他的质疑 认为觉得说这份民调的来源 非常的奇怪 并没有对外说清楚 那么双方可以看到 是依旧在做隔空交货 以上是最近消息 就在耶旦节前夕 俄军再度炮击了 乌克兰南部大城赫尔松 至少造成了10人死亡 58人受伤 才刚刚结束访美行程的总统泽伦斯基 他也谴责俄军的行径 说他们为了恐吓跟享乐进行杀戮 而俄罗斯再一次否认 这一次是以平民作为攻击目标 气烧起火燃烧一旁的窗户 碎裂民众物品散落一地 赫尔松室内满目疮痍 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 耶旦节前夕遭俄军再次炮击 刚结束访美行程的总统泽伦斯基 发表演说 怒斥俄军行径 形容俄罗斯为了恐吓和享乐 而进行杀戮 只不过俄罗斯发动新一波攻击 俄军否认以平民作为目标 目前也不清楚背后动机 这个平安夜不平静 但乌克兰各地 还是有不少民众装饰耶旦树 基辅大教堂 也有平安夜礼拜 在黑暗烛光中 不少民众西家带眷来祈福 只希望家园尽快恢复和平 但就在耶旦节前 俄军一间重要造船厂负责人 突然传出逝世 这间船厂是制造俄军在黑海 用来发射口径巡弋飞弹的动力潜舰 用来攻击乌克兰 只是目前官方没有说明任何细节 TBS新闻综合报导